好 我们接着上一节接着讲 首先我们来演示一下 通过U2来安装APP 那么我们这里边可以通过U2的 什么方法呢 APP install APP install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需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URL URL传递的是谁呢 是APP的地址 那么注意什么是APP的地址 比如说我当前要下载目客网的这个APP 那么它这个APP的地址是多少呢 我们要点击上面什么呢 这个下载APP这个链接 点击它是不是出了这样一个二维码 以及两个下载地址 我们来下载安卓的这个安卓下载 点这个安卓下载 点它 点它之后在我左下角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载界面 好我们点击谷歌浏览器里边的这个下载内容 那么在下载内容这里边可以看到我当前下载这个安卓 7.3.4这个版本的这个APP 把这个上面这个http冒号双斜杠 fail.mooker.com这个APP这个地址呢 给它复制下来 点击右键 是不是有个复制链接地址啊 好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地址是什么样的 是吧 长这样 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哪一个呢 需要前面的这一段 那么它呢 那么它呢 就是这个APP的一个下载地址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UIL放到这里边来 我们通过app install这个方法安装APK包 那么注意这里边需要传递一个参数是UIL参数 这个UIL参数它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APK的它的一个地址 它的一个UIL 注意啊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 你不要把这个3W的mooker.com把它放进来啊 那个是不行的 那么这里边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个APK的它这个UIL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download了 是吧 好 那么download成功之后 它已经开始installing了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当前手机上面是要求我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证操作是吧 好 稍等一下 好 我们这边呢 密码已经输入完了 点击安装 来进行安装 稍等 是吧 它问咱们是继续安装还是通过软件商店来进行安装 这里边呢 我们选择继续安装 因为我们当前是通过U2来进行安装是吧 好 我们来安装它 继续安装 点安装 稍等 如果说你当前这个手机里面没有这个电脑管家是吧 没有这个手机管家的话 那么它呢是不会弹出刚才那个认证那个操作的 也就是说它直接呢就会进行安装 并且呢输出这个success installed 那么可以看到当前呢是安装成功的 并且我当前手机里面是已经显示安装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点击完成 那么是可以在我当前手机界面里面呢 看到这个目科网的app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app install在这里边呢 传入apk的url来进行安装我们的app 那么我们这个app呀已经安装好了 如何来进行启动呢 接下来我们来启动app 那么前面呢也给大家讲过了是吧 我们需要通过地点app start来进行启动 那么启动这里边需要输入一个什么呀 输入一个package name是吧 那么这个package name如何来进行获取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给大家说过呀 是通过aapt这个工具来进行获取 我们来先把呢这个目科网的这个app呢 给它传到我当前这个ubuntu操作系统里面来 那么注意我是如何来进行传的啊 是通过rc这个命令来进行传的是吧 好我们当前呢已经传进来了 在哪呢这个amk是吧 7.3.4这个版本 我们呢需要通过aapt bump bagging 后边呢加上这个amk 点appk 好那么在输出信息里边 我们需要找什么呢 就找这个package 它的name是等于什么呀 cn.com open目科是吧 好我们把它呢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在这儿来粘贴 粘贴好之后 我们当前呢 把我们的这个pvch 缩小一点 方便呢给大家展示是吧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把我们的app启动 前面这个没注释是吧 好我们重新来注释一下 因为它又需要重新安装了 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当前 目科网这个app是已经启动了 只不过说呢 当前它弹出了这样一个隐私政策是吧 那么这个如果说我要去点击同意 怎么办呢 当前我们是不是只能用手来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我手动的去点击这个同意 那么在下一节呢 我们将会讲解如何的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这样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呢 通过我们的U2 可以让它程序去点击刚才的那个同意 以及呢输入手机号 输入验证码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将会在下一节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么好 我们当前app是已经启动了是吧 那么启动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print谁呢 b.app.current 它是获取什么呢 获取当前的一个app的一个信息 获取当前前台运行的app的信息 app.current 那么我们呢 是可以看到一些信息的 比如说它Return回什么呀 package 也就是包名称 以及呢当前活动的一个界面 以及它的一个PID信息 是吧 好 我们呢来运行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当前呢 package是吧 cn.com.open.mook 那么这个呢 是要求必须在当前移动设备上 已经有了这个app 我们是不是才可以这样进行获取啊 否则呢 是无法进行这样获取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当前呢是可以 因为这个app已经启动了 当前app已经启动了 所以说我这块呢 可以不start 而直接去获取 这样会更快一些 是吧 那么可以看到 当前呢 它获取了一个包名 active当前活动的 这样一个界面 是吧 PID它没有获取出 那么可以看到 当刚才呢 在它的一个描述信息里面 PID后面是打个问号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 它还没有实现 是吧 那么既然app已经启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又想把它停止 那么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们是print的啊 d.app.stop stop注意 这里边还是要添加一个pkg 想一下name 也就是它的包名 那么这个包名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cn.com.open.moc 好 把它添进来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 木克网的这个app呢 已经被我们结束进程 也就是关掉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通过输入d.app 下方线current 获取的是什么呀 是获取当前前台运行的 app的一个信息 那么当前呢 前台是没有运行app的 也就是说这个木克网的app呢 我们没有启动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要获取一些app的信息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通过输入 print第一点 谁呢 appinfo 那么这个info里边 除以也需要输入pkgname 是吧 appinfo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需要输入pkgname 它呢 它呢 就等于它的包名 我们再来粘贴一下 好 获取app详细信息 注意这个获取的是app的一个详细信息 是print d.appinfo 这里边还是需要传入一个包名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到当前获取到的信息 那么是比刚才要多一些了 是吧 刚才仅获取到一个package name和一个man activity 是吧 那么后边这些是重新获取到的level标签木克网 当前的一个worth版本 是吧 以及它的一个包的一个大小 那么我们呢 都可以获取得到 那么当我们这个app呀 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设置里边 是吧 那么在设置里边可以查看到 它的一个包的一个缓存情况 是吧 我们在这里边打开它的一个其他设置 我们来找一下 其他设置里边有一个应用程序管理 那么应用程序管理员 比如说我当前这个木克网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当前总计的这样一个数据 是吧 155兆 应用是90.26兆 那么数据呢 是64.82兆 那么在你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这个缓存呢 就会往上增加 那么可以看到当前缓存有一个什么呀 696K 是吧 那么当前我是可以通过代码来把它进行一个清除的 好 我们来清除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print是打习惯了 是吧 地点app clear clear这里边还是要给我们输入什么呢 一个包名 清除 if缓存 好 我们来缩小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好 已经运行完了 是吧 运行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页面呢 给它先返回一下 返回之后 可以看到当前app是没有了 是吧 没有 没关系 我们再来点开木克网 那么可以看到 当前缓存是多少了 0.00币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pclear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app它所产生的缓存呢 给它清理掉 那么这个呢 需要大家注意 注意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后面要进行的视频数据抓取 那么大家知道获取视频数据之后 那么在我们手机里面会产生一定的产 会产生一定的缓存 那么这个appclear 它呢 这个方法呢 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它呀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些不必要的缓存 这样呢 可以提升我们当前设备的一个运行的速率 是吧 那么前面呢 我们讲解了什么呀 如何进行一个app的安装 通过appinstall 是吧 如何启动呢 通过appstart 如何终止它 也就是退出这个app呢 通过appstop 清除缓存 我们可以呢 通过appclear 并且呢 可以通过appinfo 来获取它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信息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当前呢 这个app呀 我不想用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卸载呀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d.appuninstall uninstall这里边 我们还是通过输入谁呢 输入这个包名来进行卸载 好 我们来查看一下 运行 可以看到 木科网的app已经没有了 是吧 已经没有了 已经卸载掉了 那么在app操作这里边呢 还有几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PPT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applist来获取当前移动设备中 所有的app信息 来 我们来看一下 applist来获取当前所有的app的一个信息 来运行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 当前呢 是有这么多一个列表 我们来把它复制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 当前呢 是有这样一个列表 也就是说呢 当前手机里面 是有这么多的app的一个信息的 是吧 那么可以看到什么呢 来找一下 有没有我们的UI Automator 是可以看到 是有的是吧 com.gethub UI Automator 是在这里边的是吧 那么我们刚才获取的什么 是所有的app的一个列表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啊 获取谁呢 d.r applist running 也就是说 获取所有正在运行的 app的列表 来 我再来运行一下 那么肯定是下边的这个比上面那个少 是吧 来 我们来复制它 这个一看就比刚才的少 是吧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是有这样一个天气的一个服务 是吧 这样一个app在运行 我们当前的UI Automator正在运行 以及一些其他的是吧 这是什么啊 是我们当前一个指纹识别 当前的一个电话的这样一个app正在运行 是吧 并且一些无线模块的搜狗拼音的是吧 都在这里边 那么这里边呢 如果说我想停止所有的app的一个运行 怎么样停止呢 这里边我们可以通过d.r appstop stop 那么在我输入完d.r appstop 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他呢 会把什么样的app来进行停止呢 可以看到他会把除了UI Automator 这个项目包之外的app来给他停止运行 是吧 那我们当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远程操作在这啊 可以看到我当前远程操作是可以看到的 好 我来停止所有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停止掉 稍等 当前还能看是吧 我们稍等一下还没运行完 再来说 连接已经断开了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他已经按照列表的顺序 已经把我当前的这个 远程连接呢 已经给停止掉了 我当前是看不到的是吧 好 当前呢 已经运行完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会干嘛呢 会把我当前除了 和UI Automator相关的这些app 除了他们 会把剩下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给他呢 停止掉 并且呢 是干嘛呢 是负循环 是吧 通过负循环 然后呢 通过App Stop 来进行这样一个停止的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卸载所有 是吧 这个是停止 所有App信息 所有App 我想要卸载所有App 那么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可以通过地点 可以通过地点App Uninstall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all啊 那么这个会卸载掉我当前手机上所有的app 那么他呢 也会排除当前的这样一个UI Automator 并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会卸载掉哪些呢 这里边是不是执行了这样一个效操作呀 那么pm list package 这杠三是第三方的这样一个app 大家注意 会卸载所有app 但是呢 他会卸载 所有第三方app 第三方app 并且呢 咱们当前的这个UI Automaker 算不算第三方啊 也算 但是呢 他是在排除列表里边的 也就是说这个他是不会给我卸载的啊 UI项目包不会卸载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里边是有那样一条命令的 是有这样一条命令 那么这条命令 我们是可以通过adp shell来进行操作的 输入adp shell之后 通过输入pm list package -3 那么他呢 就可以输出当前设备中 所包含了第三方的一个app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app unis.au 来给他进行卸载了 那么好 我们本节课呢 学习了对app的一个相关的操作 那么在下一节呢 我们呢 将学习更高级的一个 U2的自动化项目操作 对app呢 进行模拟点击滑动等操作 那么好 我们本节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